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呢 如果我们懂得这一招 管他年纪怎么改 没错 所以很多年纪 也不会到街上去抗争了 那你应该到年纪改革团体去演讲一下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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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有啊 但是为什么他们八百壮士还是继续 后来他们就比较没有再上街头了 哦 是因为他们学了这一招 应该是吧 哦 那现在可以教我们吗 可以可以 来来来 当然可以啊 我们没办法再等了 对对对 来 我想 听到18% 我想0050我们要先想任何投资都要先想风险 是 0050的风险是什么 0050的风险是大盘跌 它跟着跌 系统性风险 没错没错 黑天鹅 金融海啸 金融危机 金融风暴 但是我常常说0050的终极风险跟定存一模一样 听清楚 终极风险 虽然它有股价上波动的风险 但是当这50党台湾最大的公司同一天倒闭的时候 你觉得台币还有意义吗 当然不会倒闭 它会跌啊 它不会倒闭 它会跌啊 它会跌没关系啊 你跌的还是比别人少啊 我常常就分享无脑理财数 但是输少跟输多都是输啊 但是我希望大家认命你绝对不可能在大跌的时候 找到会逆施上涨的股票 情愿接受 那我不要 我放在银行 那放在银行 我放在枕头下 我放在保险箱 错 放在银行的话你会被通货膨胀率吃掉 我常常说有一亿财产的人 什么投资理财都不要做了 你放在银行的话一年还有一百万 是啊 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亿 阿关大概有一亿 我没有 如果没有一亿的话一定要投资理财 因为现在银行定存一趴对不对 是 通货膨胀率多少 一点多 没有到三了 我们的体感有三趴了 体感有三趴 但其实只有一点多吧 不过这是官方数字 对对对 各位想我小时候啊 涨价是一块钱一块钱的涨 现在是五块十块的涨 对不对 是 通货膨胀率很高 所以绝对不能放定存 在这个年代不赔钱不重要 一定要赚钱 我要补充一下大叔的说法 他刚刚讲到体感通膨 那观众朋友你可能会说 不是阿官说通膨数字不到两趴吗 不是我们的官员也说通膨没有那么严重吗 那为什么体感通膨这么高呢 那是因为通膨数字 CPI里头有一个迷思 有一个陷阱是什么呢 因为CPI通膨是把所有的商品物价做一些权重分类 最后加走计算 那个公司非常复杂 你就不要管它了 好 但问题是跟你有关的是什么呢 十一住行 十一住行嘛 对 吃的 住的 坐车 生活样样 柴米油盐酱醋炒 才跟你有关嘛 这个东西涨翻了 绝对不是两趴三趴五趴 但问题是为什么出来的数字就一点多趴呢 因为3C产品有这种跌了 是吧 对 衣服跌了 因为过季就会跌 对对对 就会折价 就会打折轻仓大促销 3C产品呢 新的手机推出来 旧的手机就跌价了 新的电脑推出来 旧的电脑就跌价了 所以这部分的跌价弥补了 产品有人酱醋炒了涨价 而这部分的跌价呢 你每年买手机啊 你每天买手机啊 你每个月买手机 没有嘛 你三年买一次手机 所以你无感 但是涨价的 你有感一天吃三餐 一个月吃九十餐 你有感 所以你有感的部分 跟你生活有关的部分呢 涨很多 跟你生活无关的 或者很久才会碰到一次的呢 跌很多 但跌很多 弥补掉 涨很多 数字看起来没有很大的压力 但其实生活压力真的很大 还考你呢 你真的是比我冤博多了 没有 所以 所以刚刚大叔说的对 好 放在银行呢 完蛋 会被通膨吃掉 对对对对 所以别让央行或者官员的通膨数字 让你误以为通膨没有那么严重 但它真的这么严重 好 我再补充一点 任何买股票的人 他的宿命就是套牢 不可能躲掉套牢 所以我基本上是拥抱套牢的人 但是这时候你要 你试着说到我们的心坎 对啊 不可能嘛 那所以我们要拥抱一个可以睡着着觉 安心套牢的表弟 那就是0050跟另外一支国民ETF 就是0056 好房网 带你聪明买好房 想住哪 就住哪 挑选理想区域 降多少 帮你整理好 找出低于十价登陆好房 加LINE 请先看最新破盘价 您想要的房子都在 好房网 快加入聪明买好房 超伴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